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美女扑克系列 先来看这第一手牌 BGF装位拿到了一手K5不同色 加注到了240刀 DK是因为做了Struggle 用一手烂牌选择了跟注 看牌便宜嘛 翻牌不破 三张梅花 关键这对老冤家 俩人是一张梅花都没有 那么两人过牌 转牌一张勾 DK拿到勾四两顿 而DGF呢 终于是鼓起勇气 想要去偷驰 被DK反打了 老DK很清楚自己的老冤家 肯定不是两张梅花 有一张还是有可能的 干脆直接加注 把底石收入囊中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专位的Bob并没有读到牌 1040刀的加注 为什么有整有零的 DK80不同色 还在考虑要打这手牌呢 而Sashimi呢 在三臂位拿到了口袋S 我怎么感觉 这俩人会不会直接打光了 Sashimi反手 加注到了3000 2500 喊出了2500 面对一个Double Bob当然是有牌 是肯定要跟的 那么别说是一手强牌了 普通牌型 也可以打 有的时候吧 你看到一个三败 不非得就是说 你手里必须得是AK啊 A圈才接得动啊 一些什么789啊 这种连张 尤其是同色的牌啊 也非常不错 而Bob反手呢 是推出了O-in 可是能推O-in的牌 就另说了 这一手牌 Bob可能有危险啊 能推出O-in的牌型啊 那基本KK圈圈 或者是AK啊 其他的牌型很难 这也就意味着 牌肯定是被Sashimi 严重压制的 好吧 那么 只有亮牌以后 才知道Bob到底拿了什么牌 来看看结果吧 翻牌K勾七彩红面 你还别说 KK勾勾啊 还真赢 翻牌一张黑头二 合牌一张方块三 Bob已经认输了 这会是一个Slow Roll吗 还是没有亮牌啊 还是不知道Bob拿了什么牌 已经丢在了胖杰手里 胖杰已经把筹码 推给了Sashimi 结束了 好歹亮一下牌吧 我说AK啊什么的吧 等会儿 一手37 不对啊 37是两对啊 这 这 哎呀 36啊 哎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要用36推O in啊 疯了吧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中国富婆 A6不同色 天哪 2400刀的加注 Bob68红桃 选择跟注 Simon23草花 天哪 这一手牌三个Sraddle啊 难怪啊 翻前底持已经有点离谱了 翻牌A4圈10两张方块 林吉拿到顶盾 这个牌面顶盾够用吗 顶盾很明显够用啊 但是翻牌面林吉并没有打 转牌一张方块三 这必须要打了呀 真就不怕合牌再掉方块吗 林吉过牌之后 Bob选择下注 想偷吃啊 牌面有花有顺啊 2300刀的下注啊 看似很大 实际上底持很大呀 这一枪还好 Simon13继续跟了下来 而看到一个下注一个call之后 林吉直接是喊出了O in 我说富婆为什么翻牌转牌不打呀 天哪 他很自信啊 他知道自己应该是领先的 而且他直接是一击毙命 直接干掉那些单张的铜花听牌 你别说什么方块石方块钩 就算你有张方块K 你都得犹豫犹豫 更别说Simon他只有一对三啊 这一手牌想赢不拉斧都很难 打得漂亮啊 林这手牌打得漂亮 转牌的过牌 让他多迎走了5000刀的价值啊 宝贝这边看了Simon的牌之后 问了Simon一句话 我说哥们 你这牌是怎么进到翻后的 继续来看牌 美女Yakis 口袋10加注到200 Jinks29红桃跟注 爸爸27不同色跟注啊 27来了 Simon口袋3DK圈9 全部都call了下来 看看27有机会吗 你还别说有机会 ABB的牌面并没有人中牌啊 翻后Yakis只要牙火 这手牌27就有机会 但是 这后面最好啊 能再掉一张K啊 掉一张圈啊 甚至一张S啊 都比较好 翻牌面 Yakis口袋10 超队再打500 27呢 要翻牌面直接加注呢 还是转牌再打呢 转牌打更好一点吧 先跟下来 转牌四季二斗 嗯 Bob这边想了想 还是要占据主动啊 翻牌面直接开打 也可以啊 毕竟ABB的牌面 牌手中牌率比较低啊 考虑到如果Yakis是两张高牌 那么自己连开两枪就有机会 哇 转牌是一张五 一个超级葫芦面被发了出来啊 这非常适合27去偷吃 但是看到这个牌面 Bob转牌并没有打 合牌一张翻块三 哎呀 这Bob转牌不打 你试想一下啊 如果你是 类似于什么A圈啊 K圈这样的牌 再翻牌面直接做加注 然后呢 转牌拿着A还过牌 这样你说的过去啊 但是合牌这一枪就开不出来了吧 能支撑这个牌面合牌开枪呢 那毫无疑问啊 只代表着自己有一张八 甚至拿着一张五 合牌都不会像Bob这样 直接推出一个满持啊 现在Yakis就很好判断 判断呢 Bob到底有没有八 别的根本不用考虑 哎呀 而Bob在这个时候 做出了一个非常怪异的举动啊 他让美女选一张 我这两张牌呢 你选一张 我亮给你看 你这不是自杀吗 你想啊 如果他有八 他怎么可能让美女去选 看自己的一张牌啊 如果美女选到那张八呢 那毫无疑问啊 肯定拿不到任何价值了 既然Bob敢让你选 那基本就代表着啊 他肯定是没有八呀 是啊 这袁姐书也在说啊 为什么这手牌 会选择给美女亮牌啊 这亮牌不等于送死吗 Bob在给美女亮出了一张七之后 跟美女说我另外一张是八 你这 真的看不懂啊 更何况你亮出一张七之后 很多人都会猜啊 你会不会是一手二二七啊 这个操作真的太迷了 他要不亮牌啊 亚克斯还真的不一定跟得懂 好 那么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也是这张牌桌啊 最后的战斗了 三满四六不同色 卡道位 瑞斯到了140 三满四三满位的DGF A8不同色选择了跟注 翻牌 二三五 哇 这是一手天顺啊 三满后卫 打200 DGF秒call 单张A4 转牌方块圈 三满还要再开第二枪吗 哥们你想一想再打呀 Flop二三五 你自己想一想 DGF是用什么牌跟注啊 有A4啊 很有可能能cow下来 那么 如果你转牌过牌 我觉得DGF合牌是肯定要下注的 这就是打牌的弊端啊 边打牌边聊天 下注根本就没走脑子 好 那么随着这一手牌结束呢 这张牌桌的战斗呢 就高于断落了 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是谁呢 拭目以待吧 首先是VPip录时率 那么DGF和DK不用说了 永远的榜一榜二大哥呀 就没有他们打不了的牌 翻前的加注率 DGF31 324 反而DK啊 掉落到了13% 而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 DGF29200刀 到底是哪一季手牌啊 把DGF送上了榜首 富婆发挥也很不错啊 15000刀水上 萨西米14000 输得最多的就是 米亚的Bob 还有呢 疯狂入持 疯狂送的DK 好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 so much all of you guys for joining us never fall lord to the game in the bankroll we gon add it up when we get low i know my life is black f i'm a chat pro all in let's go mondays through friday what should we do cats us streaming live right on youtube acl family this is our house keating on the show bet it all now jboogie walk away never overplay max value max pain this is not a game hit that thumbs up let's go for a ride come and join the stream we startin at five raise it up chap pro slow roll never fall raise it up chap pro slow roll never fall raise it up chap pro slow roll never fall slow roll never fall slow roll never fall raise it up raise it up raise it up